宋一鳴主理的照會一起發光 去年捲入一連串風波 還遭前教有阿Ben徐小可夫婦 遭指控逃漏稅 然而4月10號國稅局調查 結果出爐 證實並沒有逃漏稅的相關證據 15號上午 宋一鳴連同老婆陳薇林 白家綺林道遠等人 現身祈祷早餐會 被問到會不會要求 阿Ben徐小可道歉 宋一鳴說有機會 大家就坐下來聊一聊吧 會不會希望他們道歉 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這樣講 其實這個事情延當多時 從108年到現在 近有4年的時間 那既然國稅局已經還清白了 誤會已經解釋清楚了 那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 還是希望有機會 有機會大家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聊一聊 那也尊重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就是這樣子 比起先前 聲明記者會上的mine name嚴肅 這一次陳薇林終於露出笑容 說絕對沒有任何一塊錢 是落入私人帳戶 或是用奉獻購買上一豪宅 胡笑說如果真的有買的話 現在他們也不會站在這裡 據白家綺則是否認有被風波影響 手中的代言並沒有因此丟失 以上續樂的影響